好 大家好 這是我最近拍了一部25分鐘短片 那這個短片是中國他們一個活動投資我拍攝的 對 好 那我們先看 發唄 天宗 任我轻轻地翻走 像最最后回忆的笑容 要做自己的一生 i 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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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上人吗? 大irty给 好那這個短片就是我之後9月15號會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首映會 那等一下可以問我的製片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就是 哦出現了 好然後就是說 我是那個高中讀副音商工 然後後來讀中國科技大學跟那個 可是我是新途校區的 然後我也創了一個社團 就是創意交流社 然後創了之後我就直接休學了 休學完之後就是學弟妹就收我爛攤子 所以現在他們都很煩惱 然後 那就是講不懂 這個做幹嘛 然後這是我一些比較 就是我人生中一些經驗啦 就是我之前是在那個 傳奇網路遊戲公司任職精靈樂章 然後與劍無傳奇的美術製作 那因為我原本夢想是走遊戲這一塊 然後我有得過就是 公演願意19就創意競賽 就是第一屆是入圍跟佳作 然後第二屆是全台灣首獎 然後再來是 經濟流電影 然後再來是電影影視產業的相關工作 後來去連續劇有實習一段時間 然後配合 相公所拍一些就是紀錄片宣傳什麼 我們家都很好吃啊那種東西 然後中文科技大學就是做一些 廣告就推廣我們學校 然後協助一些服裝品牌製作 然後未來的話我就成立了 破布電影工作室 就是我的工作室 然後我現在就是跟那個素人報合作 就是算是流行雜誌 就算非主流雜誌啦 那我就幫他拍一些就是藝人啊 周湯豪那些東西 然後把他做影片等等的 然後我影視類的相關獎項其實 還蠻慚愧的 因為這些比賽好像幾乎都不是獎金獵人的 因為他是 就是比較大陸的比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投 然後就東都大陸得獎 我也不願意 那我第一部是撤退戰爭片 就是配合50年代黑色巡弋風格的電影 然後 就是一萬多部參展 就是中港澳 然後我首次被人氣拉上去 進到前20強 然後再決選 然後是最佳欣人獎入圍 然後交易是一部短片 是3D電視台主辦的 那是優選 然後 我現在最新派置物就主 就是提案優秀者 就是會贊助我拍攝 然後之後會在中國所有就是 交通工具上或是 土豆啊那些地方放映 那就是我想先介紹就是我的 我的歷程啊 就是 因為我原本是很會畫畫 剛剛這些是我畫的一些潮圖 就是設計圖 因為我原本想走遊戲 就是走遊戲這一塊 那 我畫得很美 可是因為台灣的遊戲市場 東都是走日式風格 所以 我記得那兩塊應該是我畫的 太久了 五年前吧 然後 這些是我做的模型 那我想跟他講的就是說為什麼 最後從遊戲會選擇電影 就是因為 因為我覺得遊戲沒什麼夢想 就是會讓很多人 就是浪費時間在玩這個遊戲上面 再來是說 台灣的遊戲產業太封閉了 沒有發展性 就是 就像是說今天有一家公司 他做了 他做了一個遊戲是日式加武俠好了 然後覺得這遊戲很賣 然後另外一家公司看到了說他有這企劃書 一丟三或是一些廣告出來 那另外一家公司就會說 快點我們也做個日式 然後也是武俠的 然後就一起 就變成 你們應該在電視上常看吧 就是很多類似廣告 然後你都搞不清楚 他是什麼遊戲 他只是通通都很像 所以其實這惡性競爭 不像是國外會是 特別做一個像魔獸世界 把劇本系好可以寫小說了 他們才進行這個遊戲的製作 所以我覺得對台灣遊戲 我還蠻失望的 那再來是我也跟主管吵架 然後所以說我後來就退出了 那 因為我在這方面就是還蠻優秀的 其實像剛才有很多人講到說什麼 什麼就是負面聲浪啊 家人不支持啊 我覺得那都屁話 可能不用理他們 然後因為 再來是說 因為我在轉戰跑道上面 我是有 因為我這方面有很好的經歷了 然後歷程也很好 那 我父母聽到說 啊你想走電影 然後就拿我什麼一個親戚說 你知道你親戚那個 就那個舅舅 你知道他拍電影賠很多錢 你知道嗎 我說幹他又不是我 對不起說髒話 然後 然後我就繼續 我知道 可是我 其實我已經對電影是有計畫 只是我不會去跟父母講 其實我已經研究已經六年了 電影這個我已經研究很久了 那 我也是有計畫性的進行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然後 思考劇本的訣竅和想像 有一點 這點很蠻重要的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幾個要點 就是第一個就是 你不要在乎別人看不看懂你的作品 如果你要讓別人都看懂你的作品 那你就不用拍電影了 這就要不是我說的 就要是 世界上最大的導演 就是史丹利康伯利克講的 就是你今天拍電影不是為了別人 你不可能讓每個人都看得懂 就像今天有個弱智的 他看了明天前 他就看不懂啊 你怎麼辦 所以不用思考他們的想法 對 然後再來是 結局很重要 一切電影演到最後關鍵在結局 如果結局不好的話 對不起你就先不要拍了 想到好的結局才會拍這部戲 不然那些資源都浪費 對 然後 我覺得說 我覺得我時間不夠 所以說這個 等一下我們如果有 對編劇有興趣的話 因為我是編劇跟導演 那 業餘攝影 對 那我忘了攝影隊找編 不然我一個人太忙了 對 那我剛剛就是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這個 有興趣的話跟我聊 那 其實拍電影的路程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刺激 就是 我剛剛講 為什麼會有多刺激 要這樣瘋狂 別人不敢拍的我就拍 因為 台灣電影的產業 你們大家都應該很清楚吧 就是 同類型的很多 像中國稱作 海角七號誕生了之後 中國把台灣的電影市場 叫做小青星時代 以前是 以前是新浪潮時代 現在變小青星時代 小青星時代就是 小青小愛 高中生談戀愛 像我們那些女孩這種 然後 海角七號開始都是這種 就是帥哥美女排 打出來 然後畫面很唯美 然後拍的都是101台北市海灘 就是小青星時代 那 其實我很 不願意台灣走 這條路 就是我也想要開創一些 好萊塢式的東西 那我的方法是結合再結合 像 我撤退這務戲就是 其實我 算是第一個就是 在台灣就是 以學生 製片的名義 就是獨立製片 第一個拍戰爭片的人 然後把他 弄到國外比賽 那其實戰爭片你們 大家都會想到說 很多的紙巾 那 編劇的一個技巧就是 永遠不要考慮 你現在有多少錢 先把劇本寫完再說 你就知道我寫了 飛碟飛過來好了 不要想說 因為我不會特效 所以我不寫這一段 那都是不要先思考的事情 先把劇本寫好 不要去 不要去管那些 其他的外在因素 然後 再來是 我撤退他 或是原本是一個 他是戰爭片 但是我融合黑色電影 你們知道黑色電影嗎 帥 一定 會有人知道 好 然後就是 黑色電影就是 在 50年代的 美國有一種電影 叫做黑色電影 就是 喜歡角度有效往上拍 然後 主角都通常是偵探啊 然後 然後就是 反社會人物啊 然後 都一定會有很漂亮的蛇蟹 每人存在 你們可以上網查查看 什麼叫黑色電影 那都是喜歡 一個人走在街上 自己的自己很孤獨啊 那種感覺 那 我把戰爭片跟這個 黑色電影 融合在一起 就是 一個全新的戰爭片 那我這部戰爭片 構想 其實是 很有趣的 就是Woget的地方突破 第一個 在軍營超級複雜 我們沒有考慮到 大家看得懂 所以我就先用這部戲 先得獎了 打了一個頭陣 然後後面再拍商業片 這對你們很有幫助 那 我軍營是在講說就是有 台灣未來有發生一個內戰 可是我沒有解釋內戰原因 大家自己去猜測 然後 有正規軍和反抗軍在對抗 那其實就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 算是一個區域發生一個小事情 可是這個區域發生了這三天內 所發生的事情 全部都是戰爭中 一般戰爭片看不到的發生的事情 像是 TK啊 TK知道 TK就是打到自己人 然後 這類的事情 就是很多懸疑的問題會出現 那 你們看到搶救連大兵或等的戰爭片 都是往往以美軍一個主角去探討這個事情 喔 德軍就是大壞蛋 我們要把他殺爆 然後我們要救出自己人 但是我不是 我基本上是在講述兩邊 都各自有自己的苦衷 他們不會去 我不會偏袒任何一方 這是我拍攝這部戰爭片的風格 在這邊 就是我沒有去 就是偏袒任何一方 每方都有自己的苦衷啊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說 你可以一開始可能覺得說 鄭規君是大好人 而到後面你覺得說 鄭規君超壞 對 那種感覺 那計畫趕不上變化 遇到壞事要冷靜 就是化險為夷 這點很重要 如果拍攝電影的人 你前面寫再好 後前置再久 你一定會遇到狀況 像我這拍這部戲的時候 因為我旁邊有個廢墟 我廢墟有三棟廢墟大樓 我就遇到那個廢墟去編這個劇本的 結果我從大陸回來 出國回來 那個廢墟已經八年了 從來沒有人動過 我從小在那邊長大 沒人動過 然後我到那邊回來 發現那些廢墟居居然上部條 然後他準備要拆了 不能進去了 那我劇本怎麼辦 分金都白話 超爽 然後 那時候其實我還蠻生氣的 後來發現說 我後來接到一個養老院 所以我整部戲 有三棟大樓 全部在一棟大樓裡面拍成 在不同樓層 只是用借位的方式 那其實你要動腦去思考 其實我在想 如果當時如果在這廢墟去拍 反而 因為我對氣善不了解 其實 你租來的氣場 也不知道他虛電力有多久 我現在想到說 我不可能拍 然後拍一下 然後又跑去充電 然後充完電 跑來回來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想覺得上天在幫助我 反而不然我沒有在廢墟拍 不然我現在就完蛋了 然後 然後 喔對了 還有 拍攝電影的時候 有那些人會來亂 像是一些無聊的阿嬤阿伯 會說 欸欸欸欸 你在幹嘛 你知道我們這房子不能拍 你在拍誰 完全不要鳥他 你還可以搶他 因為法律規定 因為你拍電影 完全沒有那麼違法 所以你能拍就拍 然後拍誰本阿 我們自己不能拍照 雞雞歪歪 反正 沒關係你就是 死不要臉就對了啦 就是絕對不要臉 拍電影就不要臉 那你有錢就可以 你就可以 大家都要給你臉 然後 面對現成終於理想 我剛剛看到很多就是說 就是有 有夢想要追尋阿 對啊 這本來就是一定要的 不然做成幹嘛 然後 膽大心細 就是 你這一次創造一個先機要有計畫 像我剛剛就提到 就是說 你拍攝電影 一定要先想好說 你這個電影 打頭真的是為什麼 所以 撤退是很好得獎 這種劇本我一看 就知道一定很好得獎 那 得了之後 你才能夠 別人會注意到你 所以說 你先盡量不要拍那種 芭樂的東西 不然你會一路都會 疊下去 先拍一個 別人沒拍過的東西 對 然後 再來是 要有國際觀 因為台灣真的很渺小 不要被台灣給局限住了 對 因為台灣的市場 什麼都 我往往 娛樂 尤其是娛樂市場 現在的社會結果已經相反了 以前是十一住行娛樂 現在已經反過來 現在娛樂變成 人類的最高的收入了 你們大家應該都知道 其實娛樂這東西 台灣還沒有很突破 那你們要多往國外看 唉唷 剩一分鐘 然後香露以默 要如何求生 就是 香露以默義就是 莊子說的 莊子說就是 他 他就是說 香露以默義就是 就是說 今天 有兩隻魚 被沖上岸 然後他們兩隻魚 都沒辦法活下來 他們就會互相 向對方吐口水 讓兩邊人都活下來 然後有一天水進來了之後 他們又跳海面 他們就可以 就是完全 完全 就遊走 就是 人在遇到危難的時候 才互相幫助 就是你們未來的時候 你們會遇到很多問題 都這樣子 對吧 像工作環境啊 什麼什麼 所以說 我就很不適應啊 因為我個性很 很苦藥 然後所以說 我最後就是 決定自己出來 開工作室啊 那 我覺得這幾句話 對我們都很有幫助 還有更多啦 就是一些名言 Line看一下 面對現實 終於想是很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切個把它說的 然後 唉唷 剩是十幾秒 我還沒講完 沒關係 那這些是我的一些成員 這個是人事 這是演員兼自騙 這是大自騙 這是我 然後還有一個攝影 那我喜歡跟男生合作啊 因為女生 我沒有要排斥女生 就是 女生一定有起來 真的很麻煩 然後我很能 很常得到女生 就連我的攝影師 都還是那種 很免的 雙心的那種 對 應該講完了 還有十二秒 好 OK好就這樣 那等一下有 然後等一下有 有事的話 就可以問一下那個 製片 就是 他會有那些傳單 就是我們接下來放音活動 還有我們下一部作品的計畫 等等 那我很歡迎就是 許多想要跟我們 對電影有興趣 想參與的人 都可以 也可以跟我們交流 加入啊 或是給予任何的資源 OK就這樣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